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毕业没地方等于是没找到将来想干嘛 就是先过来这边看一下 早上七点半到下午四点半嘛 一天八个小时 上完之后一天可以加两个小时吧 加班下来最少也是在最少三千五 我是有听说过一些 可能说在产业上加班比较多 时间比较长 然后有的可能说一直在上夜班 然后转不了班 可能说整个人精神状态就不太好 不过我也是了 刚才听说上夜班上的时间有点差 有人说上好几个月呢 那有点点不住 但是他们工资高确实挺高的 那多少钱 估计有五千左右吧 五万上夜班你八天你休息不好 八天宿舍你人又多 八天宿舍十个人 有上八夜八夜的 哪一回反正你就睡不着 满意啊 因为有暖气也什么的 人都是六到八年间的也挺好 就是喜悦什么都具备有啊 可能说不会在这边待太长时间 因为我感觉一个人不能在一个职位上 就是说待的时间太长 因为你要就是说给自己创造一些新的那种 什么工作经历啊啥的 估计也就到明年 因为要走了之前 你可以先学习一点 就正想干手机行业的话 肯定要多加了解 有人到外面他以后老板也给不了工资 压你多长时间也给不了 像富士干什么也照看工资 我都很简单 我只要是能吃好喝好睡好就行了 肯定能最起码花钱无忧 对不对 有穿越防备 我也没什么计划 就是好好上班赚钱吧 我也接了会了 说养活了 养活了老婆还是吧 iku 高中文 高中文 不计划 能不能不计划 做人家事 多久 但你们也想跟我们 仍然